好,現在進入如何被聖靈充滿的第六點 怎樣保持長期被聖靈充滿 即是保持長期被聖靈充滿 和一次經歷是兩回事 一次經歷不代表他會長期被聖靈充滿 是很重要我們和神有一個長期的關係 而聖靈充滿是和大使命有關的 在《摄浪傳》一章八節很清楚地說到 聖靈降臨在你身上,你們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一直到地作我見證 所以讓我們看到聖靈充滿的目的是作見證 聖靈降臨在你身上,你就必得著能力 聖靈充滿不只是享受 不只是滿足我們自己 是賜給我們能力能夠作見證的 所以如果我們想保持聖靈充滿 也都一定是遵從大使命 去將福音傳到天下 而在《馬太28章19節》那裡講到大使命的時候 就不只是講到全福音的 那個經文就是這麼說 所以你們要去使賣民藏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充滿 及黑門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透明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從在職到世界的目標 那這裡講到有三樣東西我們去做的 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這三樣東西是什麼 這三樣東西在那個經文裡面 講到三樣東西 《馬太28章19-20節》 第一樣就是去使賣民藏我的門徒 如果你分開去字都是可以的 不過去就未算是神所紀念的好行為 就是去不過又沒有傳就未算的 那都是一個部分 就是不要只留在一個教堂那裡出去的 那麼使賣民藏我的門徒 那這裡很清楚是做耶穌的學生跟從者 這個門徒的意思是跟從者和學生 是幫助人去跟從耶穌 不是只是信耶穌 因為有些人真是誤會了以為 只是一句他們經常說 基督教就是信耶穌得永生 那就是你信就可以了 甚至也有些教會他們會說 你信耶穌無論你行為怎樣好 你都可以去天堂的 這東西是真的 因為聖經同時有講到信心無行為是死的 所以我們不只是去建立信徒 是建立門徒 幫助他們信耶穌之後跟從耶穌 而這東西是由信耶穌那一刻開始 就是由信耶穌那一刻開始 我們就告訴別人 你聽聽耶穌吩咐我們跟從祂 我們知道這個神是這麼真的 我們去跟從祂 我們放下罪惡 我們知道罪惡是很有崩溫性的 我們求主射免我們一切的罪 也都憎恨罪離開罪 全心遵從神 神就喜悅 神就祝福 就賞賜 這次了 那你首先是多祈禱親近神 然後聖靈感動你去遵從神 你就去跟從神去遵從祂 那就是由初信那一刻 我們就應該教導人這樣做 這個是神的心意 不要將它分開 就是不要像 現在你只信耶穌就得永生 這句話 我講的時候 我都會講得清楚的 我們的方法如何得救 是悔改信靠耶穌 那個方法 你悔改信耶穌 真信耶穌的救恩 還有講明救恩 因為有些人信耶穌就是 信耶穌會醫治他 信耶穌醫治他不會得救的 當然信耶穌醫治他 有很多人都會真心悔改 他真心悔改想耶穌射免 就已經包含了得救的成分 他真是想耶穌洗掉他的罪 已經是包括救恩的 但有些人呢 他們信耶穌是怎樣的呢 他們就是天天祈求 神啊祝福我家 那些人呢 個個健康沒有病 個個有工作 不要吵架 婚姻美滿 有些人的祈禱是這樣的 只是祈求地上的祝福 如果他的祈禱只是這樣的時候 他是未必得救的 我不能夠一定說他不得救 因為在乎他和神的關係 就是他到底和神有沒有關係 如果他是靈關係 他只是承認求祝福 這個人是不得救的 那但是呢 真是悔改信耶穌是得救的 這個聖經是說的 就是這個方法就是這樣的 但是那個表現呢 就不只是悔改信耶穌 就是這個不只是這個表現 是這個表現呢 他是會悔改 他會跟從耶穌 他會遵從耶穌 就是有這些表現 我之前曾經說到六樣的表現 就是一個真信耶穌的人 會有這些表現的 是證明他是 真是信靠耶穌的 那我繼續說下去就是說 真信耶穌的人 就是我會說這樣的 我們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 我們跟從耶穌的 我們一定得救 但是那個方法呢 我就會說 我們悔改信耶穌 信靠耶穌的救恩 信靠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拯救我們的靈魂就得救 但是 如果不是我們怎麼可以去到天堂 我怎麼肯定自己得救 我就一定會說 你悔改信靠耶穌 跟從耶穌 跟從耶穌 我會解釋那六點 但是我就解明給他聽 不是靠行為 這些是表現 是得救之後的表現 就是我們不會告訴別人 你只是信耶穌 你就可以去到天堂 就是聖經不是這樣說的 是信耶穌是個方法 但是個人一定有改變 就是有表現 有果子 魔忍才是得救的 那所以呢 說到他的表現的時候 我是會包括跟從耶穌 但是這個不是條件 是後果 所以我們是 使萬民作耶穌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就是說他們 施洗呢 其實在聖經裡面 有不同的字眼說的 有很多人說到施洗 有不同的經文有說到 喜來求告他名 受洗洗去你的罪 這個是聖經清楚說的經文 也有說到受洗的 披戴基督 也有說到與主同死同活 所以受洗是有不同的意義的 也都是一個公開的方式 接受耶穌的救恩 就像個分禮一樣 公開分禮就是公開同一個人 另一個人配合成為夫婦 那我們受洗是公開地去接受耶穌的救恩 不是說到受洗的時候才得射罪 但是喜來求告他名受洗 洗去你的罪 這個是聖經所說的 但是不是說到受洗的時候才得射罪 而是說到我們受洗的時候是公開地 以及公開地接受神的救恩 以及進入神的射罪的藥 OK 還有說到披戴基督 即是說是披戴耶穌基督的 耶穌的他本人 就是跟耶穌在一起 也披戴耶穌的義袍 也都是屬於基督的 所以受洗的意思就是 我們是歸屬基督 屬於基督的 不只是一個見證 有些教會會說 今天有多少人受洗 是公開作見證 還有就是加入教會 那就是 聖經是沒有說到這兩個字眼 沒有說到受洗是作見證 還有加入教會 沒有說這兩樣東西的 加入整體教會是可以的 不過加入本地教會 本堂教會就沒有的 聖經沒有說的 那就是說我們幫助人真心的信靠耶穌 並且公開地信靠耶穌 進入一個卸罪的藥 一個神和我們立的藥 我們進入這個卸罪的藥 這個就是受洗的意思 那在這個經文 耶穌沒有說到牧師才可以施洗 但是通常來說 因為牧師是有權 並在一個教會裡面 去帶領教會 那所以在正常的教會 就一定是牧師施洗 那在什麼情況之下 不會是牧師施洗呢 就會是 譬如 有時候在緊急的時候 譬如說 我們去到醫院探訪一個病人 而那個病人隨時會死 而牧師未到 那我們是可以跟他施洗的 或者去到宣教的地方 都沒有牧師在周圍的地方 那麼我們基督徒是可以施洗的 那如果施洗的時候怎麼樣呢 就幫他解釋 耶穌的救恩 人的罪 我們如何悔改信靠耶穌做救主 叫他去承認耶穌的救恩 然後我們就奉 我們可以有祈禱 然後跟他奉父子聖靈的命 跟他施洗 那這個是基督徒在緊急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做的 或者在受迫伯的時候 將來大災難受迫伯的時候 是 就是已經沒有教會了 那時候 不可以參加教 不可以參加教堂 仍然有教會 因為基督徒就是教會了 那麼在那個時候 仍然會跟人施洗的 然後凡耶穌吩咐的 都教訓他遵守了 這個也是我們 信靠耶穌之後 我們必然的果子 就是說 耶穌吩咐我們做的 我們都教訓遵守 所以這個就是 建立靈命了 就是說我們 傳福音施洗 和建立靈命 那麼耶穌就常與我們同在 這個應許 神與我們一起 聖靈充滿就是 神強烈的與我們同在 當我們遵從神的時候 那個後果也是會神 耶穌強烈地與我們同在 越是遵從神的人 神是越是 與祂同在的 OK 所以這裡講到就是 被聖靈充滿 其中一樣呢就是 是遵從神和傳人福音的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那麼我們 今天解釋的經文就到這裡 就是解釋 長期被聖靈充滿 我們已經講幾樣了 就是 悔改 求主赦免 憎恨罪離開罪 第二就是聖經 信聖經 和遵從聖經 第三就是信心 信神很愛我們 聖靈很想充滿我們 第四 長時間用整個靈與魂去 愛慕神 感激神 敬拜神 第五是 渴慕被聖靈充滿 第六是 遵從神 遵從神的 尤其是大使命 去傳人福音 和建立靈命 OK 有人有問題想問嗎 我想問呢 如果沒有 我們就祈禱結束了 我想問呢 剛才你說到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賜給我們 很大的恩典 差遣耶穌為我們 釘死一十節架上 很大的恩典 也都差遣聖靈 神的聖靈 是很想充滿我們的 為願 神的子民都被聖靈充滿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外 將我們靈敲灌 凡有血氣的神 很想充滿我們 叫我們能夠得力 聖靈充滿的目的就是 聖靈降在我們身上 必得著能力 能夠從耶路撒冷到地 極作祂的見證 這就是聖靈充滿的目的 求主幫助我們 時時以傳呼音為念 建立人的靈命為念 不只是經歷聖靈 不只是追求自己的祝福 而是追求如何祝福別人 神就喜悅 神就大大充滿我們 多謝天父 求主大大使用我們 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走在神的完美計劃 神就喜悅了 神喜悅的時候 必然全面性的祝福我們 提升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祈祷奉主耶穌聖靈 聖靈 阿門 那我想說一點就是這樣 我就發覺有很多人 就是他們有些聚會 我參加聖靈聚會 就發覺他們的重點是 都不在聖靈充滿那裡 對不起 不在遵從神 傳揚福音 建立靈命 就是有些聚會 他們說聖靈充滿 但是聖靈充滿之後 就是那些人 很多時候強調領受恩高 但是也沒有說到什麼用法 只是說到他們領受恩高 或者很多人追求先知性的說話 就經常都去找先知跟他說話 那我自己覺得這件事 就是不是聖靈的重點 如果先知會向他說話 那他驗證先知是好的 不過有很多人是很想追求個人的 confirmation 個人的認證 他就很想先知跟他說 神好喜悅你 神祝福你 神提升你 其實這些說話聖經已經說了 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侍奉神 神就喜悅 神就祝福 我們不用先知告訴我們 但是我們的方向 聖靈也會帶領我們的 有時先知會confirm 即先知confirm的 其實我們本身都有這個感動的 所以我們不用一定要倚靠先知 來得到這些信息 但是先知是有作用呢 是帶領個人或者教會 如何更加進入神的策計劃 去推動人去進入神的計劃 但是很多人呢 現在現代呢 很多人一聽都有先知馬上去 那麼就 很多時候就說想得到一些個人confirmation 就是好像收到先知聖說話 就鼓勵他安慰他 其實我們應該從聖經得到安慰 就不是 就是聖經裡面呢 我們沒有見到一些人 那些先知跟他說 啊神好愛你啊 神祝福你啊 神提升你啊 神大大使用你啊 或者你今年就會結婚啊 你又會生兒子啊 神會你開這個經濟的門啊 但是現在很多先知呢 都是做這些事情 我自己就覺得呢 就是那個轉移了去 不是大使命啊 轉移了去滿足個人的需要 這個是我覺得非常之 就是不是跟聖經的路 也都有些先知 因為他做這些 就很受人歡迎 很多人就追求 那麼這個就不是 神想我們聖年充滿的目的來的 神想我們聖年充滿是要 我們得著能力去傳入福音 那麼也都有一些聚會 就只是強調你經歷有能力 喜樂 喜樂是好的 這些全部都好的 不過問題一定 最後就是 我們都是去鼓勵人 你去遵從神 侍奉神 全人福音 建立靈命 是神所喜悅的 那麼這個是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啊 就是不要只是單純追求這個經歷 OK 好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 如果沒有呢 我們就到這裡為止 祝福大家 主與大家同在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好 我們現在結束了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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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 全大家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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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